今天这些事情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看到天辈有一个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只是就拍摄一下 我就说他感觉就是 他感觉就是 就是感觉不知道感觉什么 我就感觉很想给他留一张照片 然后呢我就说他的拍立得在他不知前方的拍了一张 结果竟然是最后一张 然后我立即看他说你在干嘛 我说我拍照我拍完他送我来 结果他最后一张相纸 我说哦那真的麻烦了我现在赶紧外卖一个 有他外卖的一打A4纸 结果没错 太命贴了 我说这个桌上的那个A4纸是谁的 希望这样照片因为你没好回忆 我相信大家真的应该非常好奇 我们黄玉博老师究竟拿我的拍立得拍立得怎么样的照片 其实很帅 展示一下 是这样子的 就是玉博老师他的脸真的很小 我很少有人见有人用拍立得自拍 可以把脸拍的只有那么点占地面积 所以其实是挺帅的 不过他说如果睡前每天都看一下出眠的话 我就不是很认同了 我就会想起他那些很尴尬的段子 然后我就会尴尬的睡不着觉 你一天睡前看 哈哈哈 真的 好